我們計算到11月底 我們已經核准了21351人 我剛剛跟國發會縣處長講 這遠遠超過我們設計的目標 兩倍以上 那這個總人數裡面 其中產業內是8447人 那社福類有12894人 因此有許多雇主 都跟阿春部長反映說 這個計畫很有幫助 希望能夠讓更多的雇主 跟移工了解 所以我們就在今年9月起 在新竹縣籌辦 移工留財久用的服務中心 那也在今天正式揭牌成立 那未來我們除了針對所有的雇主跟移工 我們提供零費 還有電話的這個諮詢服務以外 我們也會主動的派員入場輔導 提供專人 專案 一案到底的這個服務 另外我們也會跟我們工商 產業團體合作 擴大辦理宣導的說明會 那在場 製作人